西蒙政府时代外交表现受到了抨击 而如今来到国盟时代 先人外交部长南斗斯里西山穆丁就自卖自夸 强调国盟执政之后成功让我国和中国以及印度的外交关系重回友好轨道 而这种良好双边关系有助于增加我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棕油出口 进而协助本地油棕种植业 他说他今天到霹雳拜访联邦土地肯直区的领袖之后 表明会善用我国和中印的友好关系 积极推广本地棕油产品 他已经要求棕油相关业者向政府反映意见 以协助解决目前在出口时所面对的局限 除了中印两大国 我国政府也有意开发潜在的棕油产品市场 这包括了西亚地区